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怎麼辦 她會不會是危險情人 半夜三點她不然想 那麼快 是 妳看 電機掉不來 她的前男友躲床底下 恐怖情人就是 她就可以 玩妳玩一整夜 以後床都不能買 底下是昆的 三首最好在早上 因為早上呢 其實它燈光最亮 再來呢 提起之內 妳不要在 不要刺激她的意思 對 不要再刺激她 所以說根據現在人的 這個親密關係呢 暴力案件處理上 現在其實是讓 我做父母的 其實真的滿擔心的 自己無所謂 所以我覺得就是應該是說 我們要來聊聊 就是怎樣可以預防剩餘治療 在它變成危險情的之前 我們就先提防一下 對 或者是說 我們已經不小心接近炸彈了 這個時候要知道如何安全地退 其實最容易發現 這個危險情人的引爆點 通常都是妳說 那我們分手 那一刻 一字站不住就走起來了 所以分手要怎麼分得好呢 其實也是一種學問 所以又南姐 妳有遇過恐怖的情人嗎 其實在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然後我的一個室友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外面租房子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們大概才十七八歲 對 那我那個室友交的男朋友 就大概大概十一歲左右 已經是社會親人 因為他常常會來看我這個同學 然後也會買點心給他吃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稍微年長的男生真好 我們都會很羨慕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他 他常會有一些小事情 就跟我室友起爭執 然後起爭執之後 我們每次安慰我室友的時候 我室友就覺得說 這個男的對他的事情 都沒有規劃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解 慢慢了解之後 其實就覺得這個男的不太OK 那就大概半年多吧 他們就分手了 但是分手了之後 這個男的還是常常來 鄰居看到他 也不知道說他們兩個情侶 已經分手了 因為沒有人分手會說 我分手啦 狗狗聽起來 結果他還是來 然後鄰居看到他 就打招呼 他還是會上來 對 後來我們就覺得不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男的為什麼還來 我室友就說 這個人現在來都怪怪的 每次都說要買蘋果給他吃 然後買蘋果已經就會削皮刀 它不是刮皮刀 它是那種水果刀 然後來的時候跟他講話 就一直戳那個蘋果 就在他面前這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種情緒勒索 對啊 就算他只是在講話的時候 一個小動作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那個刀沒吃好 吃到我身上怎麼辦 對啊 說不定他也會吃到自己啊 好可怕喔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一個警察朋友講 他就說先報警 然後後來管區來了 就 就是跟他講一講 小乙大乙他離開 後來他就變成 常常就會來 而且會躲在 我們公寓進來的那個門後面 或是躲在那個樓梯下面 他每次來就是說 要看我室友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他才完全 完全離開 沒有再過來 可是你看像我們都已經 結婚這麼多年了 那我跟我這個同學還是會聯絡 已經二十幾年前的事 他到現在應該還是有心理因應 我告訴你這二十多年來 他每一年都會打電話給他 即便是電話號碼 已經換了很多個了 而且也結婚了 也生孩子 那為何都知道他的電話 都找得到 然後就會打給你 比方說是你 姬梅 你最近忙什麼 我會覺得好可怕喔 可是你那個當下 你是想說 這聲音熟 這是誰啊 他慢慢就想起來 是那個男的 就趕快把號碼封鎖 可是我跟你講 好可怕喔 好厲害喔 這麼小慘喔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人太可怕了 而且我覺得這種最可怕 因為他實際上沒有 真的傷害你做了什麼 所以你又不能報警 但是問題是 其實是造成精神上超大的壓力 對 妳也不知道怎麼防他 因為他就是好像 隨時會打來 會出現這樣 對 好像那個 有 沒問題啊 那姓怡有遇過恐怖情人嗎 有 我本身有遇過 而也是在就是年少時期 剛出社會的時候 大概兩年前而已啦 妳要出面子喔 大概兩年前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 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剛出來播新聞嘛 然後我就播那個早報 早報就是六點要播 所以四點要到 凌晨四點 好辛苦喔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十一點一定要就寢這樣 那十一點到三點半 就是我的睡眠熟睡時間 但是你知道對一般男子來說 十一點到三點半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去 董姿董姿的時候 就是夜店最夯 最好玩的時候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發現他沉迷於夜店 然後我還這麼辛勤地工作 然後他在夜店 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就被我發現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我就跟他說那我不行 我要分手這樣 然後呢 本來他都是一個好好的人喔 結果我一提分手之後 那整個就是恐怖情人現行 首先第一招呢 他用的就是 就是因為我很早要上班嘛 我三點半要出門 我凌晨三點半 交往的時候都沒這麼殷勤喔 凌晨三點半準時 就看到他在我家樓下 開著車等我 然後我當然不會上他的車喔 我說你不要來煩我 我就來的計程車 我就走了這樣 然後他就會一路的 就是跟著 跟著 跟著到電視台 然後我就去上班也不理他 然後下班之後就看到 他的車又在那邊 然後我直接去逛個街 奇怪 那怎麼很像他的車 然後去逛個書店 怎麼那個也很像他的車 就是可能我到哪裡的行蹤 他就是會默默地跟著 然後我就說 你真的不要再跟著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恐怖 後來他就使出了大絕招 有一天他就 然後我就出門了 我就打開門 然後一看 他就站在門口 然後帶著一個 我一比一大小的 人型力牌 我本人 我本人 你的人型力牌 就是我的人 他把你做人型力牌 對 然後我就說 你拿這個東西要幹什麼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有一個東西要送給你 因為他以前是學藝術的 他就拿了一本 他的攝影機給我 然後打開那個攝影機 就是他 與我的人型力牌 去了我們以前約會的 各個地方拍照 我覺得這樣很可怕耶 但是我要幫他平反一下 會不會男生覺得 他做這些事情 我們會覺得很浪漫 但沒有耶 女生會覺得超害怕的 真的耶 覺得你怎麼會被逼急到這一步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不要再來找我了 我們真的就是 我現在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我跟妳是真的不可能的 然後他才最後 因為我是真的有 就是下一個對象 心儀用的這一招 可能就是我們在 人生的過程當中 也常常聽到用這一招 就說我有喜歡的人了 但如果真的遇到 是一個恐怖情人的話 你喜歡的那個人 對耶 真的 我真的遇過那個情侶分手之後 發生了很恐怖的事情 那恐怖的倒不是 大家所說的什麼男方可能會 暴力事件 對 或者是什麼傳裸造 我說的恐怖的事情是 這一對情侶分手之後 男女雙方都遇到恐怖的事 那分手之前呢 這個男方還跟女方講說 沒關係 你就好好展開你的 後半段的人生 那我們之前拿掉的小孩 因為他們之前 曾經有拿過小孩 我會去祭拜我們拿掉的 小孩的那個牌位 那你就去過你嶄新的人生 可是女方後來分手沒多久 就出現恐怖的事 是因為 真的 你知道他每次回到家 就發現 怎麼自從 這個前男友說會去祭拜 他們以前拿掉小孩的牌位之後 他家裡就開始出現 有小孩的哭聲啊 那最可怕的是 開始有東西會不自覺的 在家中半夜會移動 比方說他發現 他起來 這個上廁所的時候發現 怎麼原來他睡前 已經放回去的碗筷 又被放在桌上 還有呢 這個電視機可能也會 莫名的被打開 那最誇張的一次是 因為他的冰箱啊 他那個門打開 然後關回去的那個用力的聲音 砰一聲 他被吵醒來 可是起來之後呢 冰箱門又被打開 打開了那個冰箱 因為他會發出 提醒你沒關的門的警報聲 他就一直想 他就覺得說那這個 太明顯了 一定有不 我們講科學無法解釋的力量 對 而且他這樣晚上根本沒辦法睡啊 結果這個時候呢 他發現他前男友 也遇到了這些怪怪的事情 因為他前男友在FBPO文 就說他呢 最近被英靈產生 他覺得很害怕 他想那這樣一定真的是 他們分開之後啊 那個小孩子可能真的 來找他們 來這個世界來找他們 不甘心喔 那後來壓垮駡頭 最後一根到手 讓他覺得最害怕的 就是因為他們家的那個音響是有 可以調鬧鐘 然後結果有一次呢 他本來都是調早上八九點鬧他 可是沒想到 半夜三點他突然響了 他響了之後 他設定的是他 USB裡面自己的音樂 對 可是那時候 那一天半夜他響的卻是 什麼 他突然回想到 這不就是當初他和他老公去 新北市某個地方 祭拜英靈那時候 那個場景嗎 好啦 那崩潰了嘛 崩潰之後呢 就在這個時候 前男友打來了 跟他講說 我也遇到這些 你崩潰了 我也快崩潰了 完了 我們真的要去找老師了 結果這老師就 一看到那 他前女友來就說 這小孩很不高興你們分手 非常不高興 因為你們是他的父母啊 你們現在分手 這小孩怎麼辦 這小孩還沒有 還沒有 這個投胎轉世 他還在人間遊蕩 可是你們兩個卻分開 誰照顧他 所以他才在 你們兩個要複合 結果他弟就說 姐 我認為這個是不單純 他姐說 當然不單純啊 都聽到怎麼那麼 我沒辦法 他弟說 不 我覺得是 妳前男友有問題 很簡單 姐 我告訴妳 我們去調 路口的監視器畫面 看看有沒有 他常常莫名其妙潛入你家 不就知道了嗎 結果果然 把監視器調出來 一調 他的前男友 真的如他弟所說的 複製他家的鑰匙 他趁他的這個前女友作息 他都很瞭解 他趁他前女友在下班 準備要回家之前 他就潛入他家 躲哪 躲床底下 還有客房嘛 好可怕 他躲在客房的床底下 他一躲可以躲十幾個小時 天啊 他就從晚上一直躲... 躲到你隔天 你前女友在出門 他就可以翻 他都不用上廁所 他就玩你 他可能有插尿管吧 跟大家講喔 恐怖其人就是 他就可以 最後跟兩位主持人講 那老師為什麼會看到 他背後有小孩跟著 對 這一定的 他為了是什麼 就是老師講的那句話 你們要復合 你們不復合 英靈會繼續這樣 對 因為有時候 大家談戀愛的時候 擁有對方的鑰匙 其實還滿正常的耶 而且聽完鍾伯哥講完之後 以後床都不能滿 底下是空的 對 我覺得 要落地 一定要很多收納 空間 下面要做很多抽屜 什麼的都塞滿 然後分手後 對 鎖頭要換 可是那種半夜躲在床底下 真的超可怕 太驚人了啦 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保護自己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